市場憂慮,美國可能改變強美元政策 有報導指,後任白宮幕僚長博爾騰 上任後會撤換財長斯諾 由於斯諾一向堅持強美元政策 市場擔心美國的政策可能改變 觸發投資者沽售美元 紐元兌美元由1.202升到1.217水平 美元兌日元亦下跌,最低跌117.12 之後在117.3水平上落 然後看看美元價最深回價 歐元買出1.2168,日元117.36,英鎊1.7473 加元1.1594,澳元0.7154 紐元對港元方面,歐元買出9.44 每千日元66.122,英鎊13.554 加元6.693,澳元5.549 接著看看幾則的報章則要先看東方日報 報道說,內地禽流感疫情擴散到廣東、福建和上海 港府衛生署說,只有零星的個案 仍然會要求出入境人士申報健康 其實衛生署早前 已經與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達成協議 一旦情況惡化,就會率先在深圳羅湖口岸實施 一卡兩檢的制度 到時旅客只需要填寫一張一息兩份的健康申報表 就可以通行兩地 蘋果日報報道,房屋協會旗下的張君澳欣宜街市商戶 批評房協包庇新承辦商 容許對方命經投標 就引入一間售賣便宜價食品的批發公司 到街市經營 房協回應說,承辦商有權選店鋪在街市營業 和決定租金 荷蘭一個男人根據舊約聖經的記載 仿造了一首羅雅方舟 希望下一代多點了解聖經裡面的故事 這首複製方舟主要用蟲木建造 體積大約是聖經記載羅雅方舟的五分之一 船上設有一個動物園 致養馬匹、山羊和一些家禽 黑衣白說,他30年前在書店工作的時候 偶然看到一本關於羅雅方舟的書 就夢想有一天可以仿造一首 而他建造這首方舟 不是擔心荷蘭會有大洪水 只是希望令到國內的小朋友 對聖經故事有多點認識 阿里加仙悠西一陣 回來有另一節的日記保祖室 再見 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以及德國 德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 和德國的外長召開會議 討論伊朗核問題 六國同意繼續透過外交途徑解決爭拗 趁月報道 出外交部副部長戴炳國出席會議 東道主德國外長斯泰恩邁爾表示 六國呼籲伊朗按照安理會聲明的要求 在30日之內停止農宿友活動 重返談判桌 又強調他們仍然傾向以外交途徑解決核問題帶來的分歧 美國國務卿賴斯說 會議顯示六個國家立場一致 新聞開始新代引來關心大陸兩隻大貓熊團團和圓圓 確定不來台灣了 農委會領務局下午進行了最後一次的審議 13名審議委員一致認為 申請的兩家動物園包括了這個硬體設備 還有飼養的計畫通通不夠完善 因此拒絕發照 大貓熊確定來不了了 目前展示及加強野生動物保育的教育計畫不夠具體 第三兩家申請者飼養的設備 及醫療照護人才訓練計畫均未完成 現階段無法以野生動物保育法實行細則 第26條第二項規定發給 供申請人向中國申請出口許可證的文件 真的成了因為技術不足而導致貓熊不能來 而且還是全員通過這次決議 難道真的有貓熊說帖嗎 拒絕熊貓收帖已經寫好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嚴肅地澄清沒有這樣的事情 我們從來沒有接受到任何單位 要求我們對所謂的拒絕熊貓寫縮帖 大貓熊審議委員會下午召開最後一次審議 十二人到齊一人沒來 大貓熊來不來成的焦點大家壓力大 林務局和委員們態度個個都很低調 經過三個小時的審議 木柵動物園和六福村動物園兩家都因為展示 漢思域計畫不夠具體遭保育團體全反對 因此打回票 這下子大貓熊不能來 還不少民眾可惜 再扯上說帖傳言實際太巧合也格外敏感 GVBS新聞葉倉林 陳嘉穎S小組 台北報導 貓熊確定來不了了 大陸國台辦知道消息之後表示遺憾 但說還會繼續努力 而在國內藍綠吵的是 這個貓熊不能來的理由到底是環保還是政治呢 被這個藍軍點名的陸委會今天再度澄清 他們完全尊重專業 大陸熱情送貓熊台灣表態不領情 在聽到貓熊確定不能來台灣的消息之後 目前正在河南參加皇帝顧禮拜祖大典的 大陸國台辦主任陳雲林表現得很有風度 雖然台灣已經表明拒絕 但是陳雲林還是不忘為貓熊說情做最後努力 據我們了解台灣的很多的孩子們很喜歡他 那麼台灣的很多的老百姓也期待到 我們也懷著非常誠懇的心情希望他能進去 由林務局召開審查會拍板決定貓熊的命運 看起來是回歸專業 不料事前卻傳出陸委會早就決定拒絕貓熊 要求林務局以環保專業為政治決定背書 陸委會主委吳釗燮連忙澄清 我們是沒有先告訴他們說 熊貓不能進來 這個不是我們陸委會的立場 我們陸委會是希望能夠尊重 農委會在這方面的專業審查 無論吳釗燮怎麼解釋 林務局畢竟還是做出陸委會意料之中的決定 到底否決貓熊來台灣的理由是環保還是政治 只能靠大家自己去詮釋 TVBS新聞 魏嘉良求配分 綜合報導 獨家新聞買個沐浴乳牙膏或者是保養品 都要先排八字 這是什麼道理啊 這是國內一家傳銷公司的新手法 先幫你排八字再賣產品給你 而所有的東西灌上開運這兩個字 價格馬上翻兩翻 準不準是自由新鎮 不過我們要提醒您 這看起來蠻像是老鼠會的 為了尋找開運產品 台灣在今天有了答案 中共對台灣的任何的措施 都是以政治考量 不管是要贈送熊貓 或者有任何的開放措施 好 這是農委會第三度 召開了貓熊來台灣的審查會 經過三個小時的討論 否決了 也就是說 大陸要送台灣兩隻的貓熊 確定是來不了了 經過三個小時的討論 最後 在下午4點30分 全體委員獲得共識 認為 現階段 無法以野生動物保育法實行細則 第26條第二項規定 發給 共申請人 向中國 申請出口許可證的文件 今天的審查會議的結論是這樣子 好 我們再整理一下 否決主要有三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 貓熊的學術研究 在大陸已經有了具體的研究成果 第二個理由是 申請了兩家動物園的飼料設備 醫療照顧人才等等 並不完備 第三個理由是 貓熊來台灣 違反了所謂在地保育的國際主流價值 以及國際保育的觀念 以此來決定 大陸要送的貓熊 現在是不能夠來台灣 好 我們講的選演 從去年到今年 事實上這個問題 並不單純 貓熊不只是貓熊 那麼對此各黨是各有理論 那麼共民黨主席馬英九說 把貓熊當成政治話題 這是台灣的不幸 藍軍立委認為 只有貓熊 可以救得了現在的民進黨 不過綠營立委說 中國是以中央 給地方的心態 再來送貓熊 台灣當然不能接受 拒絕貓熊來台說帖 傳出早在二月就寫好了 讓藍軍不以為然 反對的原因 實際上是政治的 而用技術理由來包裝 那我覺得是非常不幸的 台灣準備好了 只欠東風 一定 你不知道敢向我們的阿扁公布 這跟阿扁公都無關 這應該是依法行政的問題 藍軍立委 不但送了貓熊玩偶給蘇院長 還勸民進黨 現在身勢這麼差 還是讓貓熊來吧 真正要讓你們 民進黨裡面的形象 能夠創造出來 熊貓是你 民進黨未來的一個希望 能夠救民進黨的是熊貓 一個熊貓還沒說話 你如果沒辦法給他洗腦 兩岸不是要共存共榮嗎 那為什麼不讓熊貓 現在做個橋樑呢 你怕什麼 不過根據華盛頓公約 貓熊的贈語是要 國對國協商 這給了民進黨很好的拒絕理由 中國一方面堅持 用中央對地方的方式 來做一個貓熊的轉移 那這一點很顯然的是 民進黨政府跟中華民國政府 是不會接受的 看來大家呼籲貓熊議題 不要犯政治話 恐怕還是說說而已 東三新聞綜合報導 撇開所有複雜的層面 那麼從畫面上看起來 這個貓熊是非常的可愛 這個胖胖圓圓的 看起來也很吉祥 那麼大陸當然也知道 在今天大打溫情牌 晚間大陸再度推出了 這個正台貓熊的最新MTV 在這個畫面裡面 可以說是精心剪輯 我們先來看這個最新的畫面 兩隻活潑可愛的貓熊 再配上可愛的音樂 誰不愛 這是大陸今晚所推出 最新的正台貓熊NTV 目的就是要為正台貓熊再宣傳 由於31號下午 農委會就將要召開會議 決定兩隻正台貓熊 團團圓圓能否來台定居 大陸為了加強宣傳 在晚間再次推出 第五過的宣傳NV 不但有兩隻正台貓熊 親自主演 就連歌詞都打上反體字 而且從歌詞中 明顯可以感受到大陸的期望 而從畫面上也看得出 團團圓圓圓不但胖了也長大了 據了解由於貓熊屬於寶玉類動物 農委會傾向於拒絕這兩個小傢伙來台 看來團團圓圓短期還得要在四川待上一陣子 如果真的喜歡我 帶我來到你身邊 你也愛上一陣子 有我美好的家園 東森亞洲新聞 楊昭陳秉華 四川綜合報導 時隔三年這個案子 在今天有了大逆轉 這是今天東森新聞的重要獨家專訪 還記得這個名字嗎 周金凱 他是前和平醫院的醫生 在三年前的SARS風暴當中 幾乎是等同於國難很多醫師 護士因此而喪生 但是他據說不肯幫忙 大家叫他落跑醫師 把他幾乎罵到臭頭 在沉默許久之後 今天他經過長考 接受了東森新聞的獨家專訪 因為他認為自己是冤屈的 在這段訪問當中 跟當初的講法完全不一樣很勁爆的 他說當時的衛生局長張衡 曾經同意他不用回醫院 他也說張衡曾經告訴他 為了政府的形象 他必須得當戴嘴羔羊 來看這段獨家專訪的內容 我們是屬於弱勢的一個地位 雖然已經事隔多年 但想到被稱作SARS逃兵 甚至申請國賠敗訴 周金凱還是難掩心中激動 他說當時的衛生局長張衡 曾經向他表明 雖然周金凱沒做錯 但為了政府形象 只能讓他成為戴罪羔羊 對我做這樣的處分 是因為台北市政府 不能承認他們的錯誤 如果他們沒有處罰我 承認他們的錯誤 來撤銷對我的處分 那他們就沒有辦法 對當時被關在和平醫院裡面 900多名醫護員工來負責 拿出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上面明確指出 和平醫院並不是合適的隔離場所 周金凱也出示 當時為了保護自己 與張衡在辦公室談話的錄音帶 這是支持他的SARS後援會 建議他錄下來的 內容是張衡明明贊成周金凱不回醫院 但還是將他免職 面對周金凱的控訴 張衡低調不用回應 但周金凱還是強調會上訴到底 這是為了討回公道 也是為了不要再有人像他這樣 成為政府錯誤決策下的犧牲者 東森新聞沉沉流沖起 台北報導 好 張衡當然低調不願意回應 但是我們看到事關名譽 也關乎到當年的一場懸案 到底什麼是真相 東森新聞會持續追蹤報導 繼續來看的是一個變調的愛情 台北市這名男子看到了一名showgirl 覺得他非常的漂亮 喜歡上了這個女孩 他的愛情幾乎到了吃戀狂戀的程度 四處打聽女孩的住址之後 到這裡埋伏意圖要性侵害 這個時候他碰到了女子的母親要出門 臨時起役 持刀搶人把女孩的媽媽殺成了重傷 事後把整個犯案經過寫在網站上 他的文字淫秽而狂妄 讓人不寒而禮 戴著漁夫帽身材瘦弱的23歲父親嫌犯 別看他弱不驚風 為了陌生女子可以愛到發狂 桌上擺的全是他犯案的工具 眼鏡帽子用來變裝 侵入修哥的家中 竊取財物跟電話 從此不斷騷擾女子 統軍神是想用來捆綁被害人 加以性侵 而水果刀就是到修哥的家裡 將女子母親殺成重傷的工具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 男子把作案過程全寫到網上 具細迷移的 中間還用了不少露骨話語 內容提到 捂住你的嘴巴扯破你的衣服 想辦法溜進你家 你媽開門嚇到了我 拿刀威脅她 我要搶劫 情急之下 畫了幾刀 誰叫她一直叫 詳細描述案情 令人不敢苟同 最後男子還寫道 我之所以向你表白 希望你發現我的存在 終有一天我會得到你 一個喜歡你近三年的痴情男 如此怪異的行徑 讓人看得搖頭 還好警方及時抓到男子 不然不知還有多少人要受害 東神新聞陳建廷 黃淳錦 台北報導 高雄捷運岡山工具的太勞 今天又罷工了 六百多名太勞 在今天情緒騷動 不肯上工 他們說菜不好 吃不好 管理有不好 那麼具體舉出這個例子 是一位太勞 據說手指受傷 縫了五十多針 被強迫上工 否則領不到薪水 高捷公司 繼續教訓 在今天緊急協商 安撫大家的情緒 一早該是到工地上工的時間 不過六百多位太勞 卻齐聚在大禮堂裡 不肯上工 而且一定要等到媒體到來 才肯和高雄捷運公司協商 太勞抱怨高捷公司的管理 太勞馬丹諾 就以他受傷的手抱怨還得工作 幾針啊 幾針 512 好幾次工地都說 他不來就沒有薪水 這真的是這樣 這個我們處理 沒問題 這沒問題 點播台欄目組收 郵政編碼是518003 因為節目剛剛開始開辦呢 我們為大家設立了諮詢電話 諮詢電話是5424972 那麼今天的第一期點播台節目呢 到這就結束了 在下期節目中呢 我希望能收到您寄來的點播信 好 我們再見 澳大利亞進行正式訪問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亞議會大廈與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舉行會談 雙方就發展中澳21世紀互利共贏的全面合作關係達成廣泛共識 溫家寶說 目前中澳關係全面發展 處於歷史最好時期 中方高度評價澳方將中國視為合作夥伴 人民黨主席馬英九今天下午與台灣當局領導人陳水扁會面 雙方分別就兩岸關係等問題闡述立場 據台灣媒體報導 會面時兩人各說各話少有交集 今天剛剛抵達上海的親民黨參訪團疫情 前往上海博物館等地進行了參觀訪問 在參觀中 親民黨政策中心主任發言人張顯耀表示 親民黨將會全力促進今年年底之前完成上海與高雄的海空直航 親民黨參訪團表示 這次行程主要是參觀和了解上海近年來的經濟發展 城市建設情況 特別是陽山深水港的建設進程和規劃 而最重要的是如何推動高雄和上海的合作 我們希望跟上海 國務院批准立項的金戶高速鐵路經過各項調研論證 目前建設方案已經基本確定 金戶高速鐵路正線全長1318公里 與既有的金戶鐵路的走向大體平行 全線為雙線設計時速350公里 初期運營時速300公里 共設置21個客運車站 該項工程預計今年開工建設2010年投入運營 屆時從北京至上海的高速列車全程運行時間只需要5個小時 將比目前金戶間特快列車縮短9個小時左右 我們引進了國外的先進的動車組這個平台 通過這個平台採取127的模式 什麼127呢 10%的整車 20%的閃電 70%就需要規範化 金戶高速鐵路是中國中長期鐵路網規劃中投資規模最大 技術含量最高的一項工程 也是中國第一條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高速鐵路 它的建設將按照引進先進技術 聯合設計生產打造中國品牌的原則 線路橋樑隧道寒洞等工程技術 將通過原始創新 形成完全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 通信信號牽引供電系統將採取系統集成創新 滿足中國客運專線系統集成的標準和要求 今天第11届世界海關組織亞太地區海關署長會議在北京舉行 來自31個國家和地區成員海關的署長及觀察員代表參會 國務委員唐嘉璇也出席了會議並致辞 兩年一度的世界海關組織WCO亞太地區海關署長會議 是最重要的地區活動之一 本次會議的重點集中在向地區署長推廣關於全球貿易安全便利標準框架 其他會議主題還包括能力建設 反商業欺詐知識產權保護等 署長們還將討論通過 由中國海關起草的亞太地區戰略規劃指南 中國海關總署署長 世界海關組織負責亞太地區事務的副主席 承辦了世界海關組織亞太地區情報聯絡中心 中國海關簽署的修訂後的京都公約議定書也於2006年2月正式生效 在美國進行的世界短道速滑錦標賽今天凌晨落下了帷幕 磨刀石地區下起了小卷 一位司機在駕駛大貨車行到301國道一下坡處的時候 因為天黑路滑貨車不慎跌進了15米深的橋下 司機的雙腿被擠在駕駛室裡 當地交警和交方人員接到求助電話之後 一場緊急營救在血液展開了 救援人員趕到現場後 生活在廣西百色填陽縣的趕狀山上 而每年一度的填陽趕狀山歌域 因為有著濃郁的布羅頭文化氛圍 而與眾不同 明天也就是3月初七 數十萬壯族群眾將會從四面八方趕來 除了唱山歌、對山歌、拋袖球之外 還要唱鼓戲《舞獅舞龍》《拜祭先祖》 規模盛大 大理州民族歌舞劇院演出的歌舞晚會《蝴蝶之夢》 一年來的門票收入超過了一千萬元 而在改之前 它的前身大理州白劇團和歌舞團 每年的收入加起來還不足二十萬元 僅僅一台晚會的收入就抵得上 過去全部演出收入的五十倍 訣竅就在於一種新的文化產業模式 有二十二家旅行社入股參與這台晚會的項目開發 這在雲南還是第一次 這樣的嘗試始於2003年 大理州把文化事業單位中的經營性業務 剝離出來進行企業化管理 雲南映像、天地之上等一大批 較好又較錯的文化產品應遇而生 大理州2005年文化產業總產值增幅近50% 已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大理州只是雲南省文化體制改革的一個縮影 現在雲南省已把改革試點擴大到了八個州市的25個縣 並在資金投入、投資稅收等方面都給予政策倾斜 推進雲南文化產業快速發展 目前雲南省文化產業已經成為雲南省的支柱產業之一 實施校務公開是麒麟省延吉市第一高級中學 近年來全面推行陽光校務的一項重要措施 這個醒目的校務公開長廊被學生家長親切地稱為陽光藍 在這裡學校招收多少學生收費多少 有哪些重點工作每月財務支出情況一筆筆列的 溫家寶今天抵達南迪開始對斐激進行正式訪問 並出席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 首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 下午溫家寶總理與斐激總理恩加拉塞舉行會談 溫家寶表示中國十分重視中斐關係 將繼續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 發展同斐激的友好合作 支持斐激為發展民族經濟保持社會穩定 和在國際上爭取島國 中原油氣石油大明三家公司同時發布公告稱 根據國務院及財政部下發的有關文件 從今年的3月26號起 這三家公司開始繳納石油特別收益金 業內人士就表示這就意味著 互換已久的石油暴利稅有望浮出水面 在公告中這三家公司稱根據國務院及財政部下發的 國務院關於開徵石油特別收益金的決定 石油特別收益金徵收管理辦法的規定 從2006年3月26號起 國家對石油開採企業銷售國產原油時 如果銷售價格超過每桶40美元 所獲得的收入將按比例徵收石油特別收益金 徵收比率從20%到40% 那麼由於石油價格飙升 使石油企業的收益大漲 繼中石油成為亞洲最賺錢的企業之後 美國埃克森美孚公司也以銷售額3399.4億美元 取代了零售商巨頭沃爾瑪公司 被美國《財富雜誌》列為 美國500家大公司排行榜榜首 經山東省政府事故調查組確認 發生在1號的山東煙台 招遠761有限責任公司爆炸事故 除兩名工人受傷之外 其餘29名在港職工全部遇難 據正在現場的國家安全總局官員介紹 目前半徑擴大到200米的現場搜尋工作已經結束 300多名武警官兵全部撤出 14名遇難者遺體已經家屬辨認 其他遺體正在進行DNA鑑定 有關膳後理賠工作有序展開 由於爆炸現場破壞嚴重 為調查工作增加了很大難度 但目前專家組基本排除 人為故意引爆的可能 1號19點左右 招遠671有限責任公司炸藥廠發生爆炸事故 當時有31位工人在港工作 兩名車間搬運工得以倖免 目前正在招遠室內醫院接受治療 傷情穩定 新華人消息 中國衛生部應急辦公室副主任梁冬明 今天說中國目前已經有至少十多種新發傳染病 出現並且造成流行 同時還存在著其他新發傳染病傳入的可能 目前居高不下的傳染病有病毒性肝炎 流行性出血熱 細菌性粒劑等 部分曾經被控制又出現流行的有肺結核 性病 血溪蟲病等 還有一些新發傳染病 如艾滋病 SARS禽流感等 另外中國還存在著其他新發傳染病傳入的可能 包括埃博拉 悉尼羅 尼帕等 梁冬明表示 今後中國將加強部門聯防聯控 完善應急預案和監測預警體系 並廣泛開展國際合作 共同來應對新發傳染病疫情 聯合國系統禽流感事務高級協調員戴維 納巴羅博士剛剛結束了對中國為期兩天的訪問 今天納巴羅博士在記者會上讚揚中國政府為控制高致病性禽流感所做的努力 以及中國為世界抗擊高致病性禽流感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在訪問期間 納巴羅博士會見了中國外交部衛生部農業部的高層領導 與他們探討了中國參與預防禽流感國際合作計劃 以及將於2006年6月 在維也納舉行的禽流感國際合作計劃會議 納巴羅博士充分認可了中國政府為高致病性禽流感制定的國家戰略 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 他們組成了大約大 Front of Africa 就能 在拜訪中總統 自從中國在24日報告第一例禽流感以來 聯合國駐華機構一直在積極協助中國政府開展疫情控制工作 目前关于建立一个联合国和中国政府 共同应对潜流感的项目计划 正在协商阶段 年年三月唱春光 壮乡处处起歌潮 今天来自四方宾客 汇聚壮族圣山赶壮山 以歌会友歌舞传情 感受壮民族风情 面怀壮民族的始祖不骆驼 田阳赶壮山是壮族始祖不骆驼的发祥地 赶壮山歌须是广西历史最悠久 影响力最大的歌须之一 每年都有几万壮族群众来到这里 摆歌台唱山歌纪念先祖 而今年的摆设是不骆驼民族文化旅游节 在保留历届游节优秀节目的基础上 增添了一批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节目 除了传统的抛秀球 抢花炮 圣女持摔跤 山歌对唱等活动之外 还增加了板鞋舞 稻草舞等民俗舞蹈 大兴高调 马山三声部歌曲 黑衣壮山歌 苹果聊歌 凌云乌调 宝德南路壮剧等 具有壮族特色的节目纷纷登场 一批在广西具有影响力的壮族歌手 也在这次文化旅游节上亮相 今年部落陀民族文化旅游 将持续到本月8号 预计有近50万各族群众 参加本届文化歌曲活动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和广西电视台经济频道 也对这一传统文化活动进行了成功直播 由此拉开中文国际频道 今年着力打造的品牌节目 传奇中国节的序幕 记者今天从中国教育部获悉 为了遏制假华侨学生的考生蔓延态势 保证真正的海外华侨学生的权益 今年海外华侨学生回国报考 内地高等学校的资格发生了重大调整 急腰头求他们必须在国外实际居住两年以上 并且出具相关的公证书或认证书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新闻 发生在3月26号太旧高速公路受阳断的 路面坍塌事故原因得到认定 专家认为这是一起水门地质灾害事故 山体层间经水长期浸泡 路基的主体承载力减小 主体强度降低 在积居到一定时候出现边坡向外滑移 路面向下沉现的情况 另据记者了解的最新消息 太旧路通行变道4号下午已经通车 4号中午 河飞上空突然乌云密布 整个城市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约15分钟后 天边渐渐泛出亮光 随之而来的是暴雨和大风 据了解 这种现象是由于强对流天气造成的 在春季出现十分罕见 一条长约1.1米 体重近10公斤的特大野生娃娃鱼 在四川宜宾县恒江镇被发现 专家说 在野外发现个体如此巨大的娃娃鱼 非常罕见 该县渔政执法人员 已对这只娃娃鱼采取了保护措施 贵州百里杜鹃花区近日迎来了 今年的盛花期 红 白 黄 紫等23种颜色的杜鹃花 迎春怒放 争起斗艳 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 继中国军队士兵长服换装以后 武警士兵今年也将穿上仿毛面料长服 从5月1号起 武警部队士兵将统一换发 05武警士兵下长服 12月1号起 换发05武警士兵东长服 05武警士兵长服的颜色 服饰与现行着装的 87式士兵长服基本相同 只有肩 领 腰等局部做了调整 避章改为坠定式 面料由敌血梁 迪卡 改为与三军士兵长服相同的仿毛臂基 武警总部后勤部军需物资部助理员 翟富明告诉记者 与以前相比 05士兵长服 成衣胸围 腰围 臀围 加放量明显缩减 整体版型变瘦 同时胸腰落差趋于明显 服装更加视身合体 也突出展现了男性肩宽腰细的 倒三角健壮体型 和女性柔美的身体曲线 此外 从5月1号起 武警还将同时为官兵配发 05系列夏米彩服 据介绍 05系列夏米彩服透气耐磨 抗撕裂性能明显提高 米彩帽的帽炎 由原来的水平形状改进为弧形 更符合人体头型 并有利于遮挡阳光 国家环保总局今天向社会通报了 对20个化工石化类项目的 环境风险排查结果 结果显示 我国江河水域存在较大的 布局性环境风险 相应的防范机制存在明显缺陷 这20个化工石化类项目分布在 长江黄河两大水系河流岸边等 环境敏感区内 价值4500亿元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 布局不合理 成为排查中突出的问题 一些企业布设在城市水源上游 或是紧邻居民区 或是与居民区交错分布 缺乏环境风险的应急预案 西藏国家重点文物维修工程之一的 罗布林卡壁画修复工厂 近日全部完工 最大的乙锡生产商 凯诺斯控股有限公司 百分之百股权 这一成功并购 使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资产规模超过了800亿元 预计2006年的销售收入 也将达到800亿元 通过这起双赢的并购 中国化工将借鉴凯诺斯公司 在公司治理 生产管理 安全环保等方面的先进理念 及管理经验 帮助国内企业提高管理水平 中国化工产业链和国际化经营 将得到完善 而一直为产品销售 发愁的凯诺斯公司 也由此获得了发展机遇 新华的消息 截止到今年2月底 中国外汇储备 已经达到了8536亿美元 已经超过日本 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权威人士指出中国国际收支 持续顺差是推动外汇储备 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 而其基本支撑是中国经济竞争力 持续上升的结果 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向好 因此在正常情况下 未来一段时期内 中国外汇储备总量 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蔓延了7天的云南森林大火 经过消防人员铺救 起火地的大火 今天基本得到了控制 因风高雾躁 蔓延了7天的云南大火 突破前三道隔离带后 逼近安复公路 和昆明市西山区团结镇等处 过火面积超过8000多亩 当地出动6000多人铺救 并出动直升机 降雨弹等设备灭火 目前西山区境内火势 虽然仍在延续 但起火地安宁市温泉镇的大火 已经得到控制 另外安宁火场西北线 出现的两公里长的火线 在1000多名消防队员铺救下 得到控制 现在我是在老军山的 防火隔离带 在我身后您可以看到 市上小排量的新车 和二手车交易都很活跃 这位女士正在试驾一辆 排量只有0.8升的小轿车 她说近来小排量车上路解禁 油价又在上涨 更让她对小排量车情有独钟 按照北京市原来的规定 排量在1.0以下的车 都不能开上长安街 以及二三环线的快速路 小排量车上路解禁 也给经销商带来利好 这几天我们总共销售了 就30多台吧 客户明显的也增多了 就是应该是增加了30%吧 在同一市场的二手车销售区域 院内人士透露 小排量二手车的收购价 和成交价也有上升 很多老百姓也知道这个政策了 自己的爱车 这个身价也提高了 所以他觉得我这个车 有理由提高卖车价格 从增长的幅度来看 大概是1000到1500块钱左右 目前北京市有250多万辆机动车 除了在北京之外 上海武汉等地也都解除了 对小排量汽车的提示型规定 过去一些城市对小排量设限 主要是考虑其质量和外观 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北京市交管部门初步统计 4月1号小排量汽车 可以开上长安街等重要路段以后 目前尚未对交通造成压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 北京市已经发出了信号 可能对城市重要地区提高停车的费用 以减少这些地方的机动车的密度 中央台记者王建兵北京报道 今天早上7点多钟 京珠高速公路河南新疆段 北京至珠海方向发生特大交通事故 有130多辆汽车追尾 这一事故造成了4人死亡 10多人受伤 数十辆车严重受损 交通堵塞了近7个小时 经当地交通部门及时疏导 目前这一路段已经开始放行 经分析 事故原因可能是该路段 在早上7点左右突然出现雾团 能见度较低 过往车辆速度过快造成的 连环追尾的车辆绵延近3公里 许多车辆以面目全非 一辆货车翻下高速路基 另一辆装有钢管的货车 被向前飞出的一节钢 中国探月工程40米射电棒远近主体结构 日前在云南天文台凤凰山安装完成 这台大型天文望远镜高45米 重达400多吨 目前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对望远镜的电子设备 系统性能等方面进行调试 全部工作将在6月份完成 那么目前用于中国探月工程的大型射电望远镜 并共有4台分别安装在北京 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 他们将对探月卫星的运行 工作情况等进行不间断的跟踪监测 起到千里眼和顺丰尔的作用 您好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来关注温家宝总理的出访 正在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今天上午在新西兰议会大厦 与新西兰总理克拉克举行会谈 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合作交换了意见 以致同意共同致力于发展中心21世纪 互利共赢的全面合作关系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挥的报道 温家宝说 新西兰是第一个与中国 泰国南部发生最少5宗针对选举官员的襲击 其中一架载着选举官员和票箱的货车 使过放置在马路的炸弹 造成一人死亡 十人受伤 事发在那拉提亚府 货车遇到爆炸之后 整家反转 马路上就留下一个大洞 泰国正举行参议院选举 工作人员在投票结束之后 准备将选票运去点票中心 但在途中出事 而在鄰近的亚拉府 一架护送选举官员的军车 也遇到路边炸弹袭击 四个士兵受伤 当局怀疑是伊斯兰武装分子发动袭击 南太平洋国家索罗门群岛 在晚间实施宵禁之后 首都局势恢复平静 鄰国澳洲派军机协助撤走大约50人 当中大部分是华人 在过去两天的苏联 台人街成为袭击的目标 九成店铺受到破坏 有华人受轻伤 本案入境处收到一宗香港人求助个案 中国驻巴布亚新基内亚使馆说 有五个香港人向使馆求助 当地警方已经安排他们在警察局站住 尼美尚报道 在首都法尼亚拉 示威者在国会大楼内向警察钉石 复秩序 有线电视记者林玉桑报道 意大利最高法院宣布 确认前总理普罗迪领导的中间编左联盟 在众议院选举获胜 最高法院复检过争议的选票之后 确认中间编左联盟以24,000多票 险胜总理贝鲁斯科尼的中间编右联盟 意味贝鲁斯科尼政府将要下台 而参议院选举争拗 要等其